哈喽大家好,我是紫色水梨子 这一届南昂大家表示,看过老王爹 不是,看过伊红,看过危机,看过CDC 就是没看过中国最维一支战队老王爹 老王爹最近状态跟成绩确实已经达到了近几年来最低谷时期 然后信心什么都是不太好 然后粉丝一直看低 但是我期待这支老王爹王爹强队应该能重回巅峰 然后老王爹这场比赛选的是他们打的最好看的一场比赛 也是一场对阵当今世界排名第一的秘密Secret 左边的二维码还是一个老福利 现在大家在飞熊视频APP订阅我守护我 在我视频下方留言就可以参加抽奖送福利的活动 抽奖活动每期都有,这期依然是倒闭 飞熊APP内容还是蛮丰富的也可以离线缓思统观看 我以后也会在这里和大家进行更多的互动 有兴趣都可以耍杂一下二维码 或者直接拿住你的手机搜索飞熊视频下载即可 让我们来看看双方的半选人 这边teamsecret半掉了6.85中已经被修改的末日使者杜姆 还有半掉了sf也是对面妹币玩得比较好 还有拉比克 这边秘密由于missory打了两把蜘蛛 蜘蛛还是蛮给力的 所以老人叶果断选择半掉蜘蛛 以及他们玩比较好的励齿 女王以及戴泽 这因为女王打火猫确实是女王好打一点 他们这样比赛而且在隐魔被半球 他们抢到了火猫 女王这也是中路一个非常厉害的英雄 这边 这个版本火猫绝对值得一抢 火猫现在在这个版本中 主要他的天敌蓝猫削弱 火猫变得强势了起来 而且这版本 除老捏以外都开始打大哥火猫 无论是霸气的还是一三 都是大哥火猫 只有老捏方面还是非常古典的 Maybee的火猫 打一个中单火猫 大哥火猫现在普遍除非鞋 中单火猫现在都是 直接还是出鼠型装的 这边抢到了火猫 以及老队长玩的 算是玩比较多的英雄 但不见得玩的好 老队长兔子跟着感觉怪怪的 然后这当然这不是黑老队长 老队长毕竟是曾经的亚军队长 他的实力什么都已经被认可 虽然很多老队爹粉丝都呼吁ROTK 赶紧离开老队爹让八岛回归 但我认为 目前来看老队爹更应该注重的 还是怎么磨合 还是期待他们越打越好 也不要老戴ROTK节奏了 毕竟能从 亚军队长肯定是不弱的 这个巨大海民应该是猫牙的 老队爹 老队长打过海象 但是有兔子的情况下 这个肯定是猫牙的海象 而秘密拿到了一个这版本非即使被砍 依然很阴霸的 尸王 尸王这版本基本上打不了酱油 还是打三号尾需要一定的装备 因为他前期算是削弱了 后期可以说有位仗 以后变得更加的强力 然后大鱼人也是秘密玩的相当好的英雄之一 也是秘密有一个比较完整的大鱼人体系 他大鱼人打的也是蛮不错的 Secret就是一般都有mystery的三号位大鱼人 很多朋友这次南昂被看出mystery的实力了 然后想让我介绍一个这个人 这人最早以老虎出名 欧洲虎王mystery白虎 最早跟老大加入了sg的时候 曾经有一阵是sg的双子星 上古大神了 应该是后来来过一阵中国 在老干爹int打过一阵比赛 干爹int后来回回到了欧美 然后加入了c9 这边拿下了萨尔 然后帕佩哥萨尔也是打的相当多 也比较好用 他们这边狮王配萨尔团战非常的给力 也是有大鱼人的进口弓退口手的两脚踩 以及狮王加萨尔的一套组合还是不错的 老天新版本玩不转 索性直接拿出上版本的东西 塞拉飞机配myb好吗 当年打c9 曾经就是天爱无常这个经典饭盘 但是狼爹已经远非当年t5那个贵族一样了 现在狼爹确实已经找到了最低谷 也期待咱们能更加的辉煌吧 然后就是重回巅峰 最近离子零食店也有很多新鲜不错的活动 因为毕竟快要到双十一了 然后双十一还是有非常非常良好的活动 双十一一些预售东西都在打折 而且离子这次大放学 然后跟公司那边合作 直接给大家抽一个iphone6s 然后也是大家有心情都给大家看一看 只要你消费满五十元 然后以及那个抽奖呢 就可以直接点 抽奖还是比较的好的 然后大家有心情都给大家试试 那个奖盘只要你抽五十块钱 然后就可以点一下 就可以参加抽奖 还是非常不错的 具体的活动 你们也可以问客服 好了这边最后一手拿了一个克里斯克斯 就是伊萨玛以骨弓出名 他的骨弓最早在 最早在Sigma的时候就非常非常出名 拿了一手动物之猿 DTC动物之猿 他这双方阵容已经拿妥 分人方面也是相当好猜 今天是周末 先在这里祝大家周末愉快 这个分人已经好猜到极致 让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分人 分人方面 已经基本上都选出来了 拍来代的五号被尸亡 M3的三号为大鱼 然后W33的活女 以及帕配的 帕配哥的萨尔 还有伊萨玛的骨 这边是老队长兔子 还在快进 不好意思 老队长兔子 M3的火猫 以及毛毛鸭的巨牙海民 也就是海象 然后塞拉的飞机 以及DTC动物之猿 看双方出门装 出门装方面 RDK依然是兔子 比较常见的这种 常见的这种裸魂剑 就是魂剑眼中出门 也是兔子的非常 就是合理的一招出装 DC增加眼 然后塞拉跟毛鸭都带鞋 飞机嘛 飞机肯定是前击是要打强势一点的 带鞋毋庸置疑 然后出门装秘密方面 也比较常规 小骷髅准备裸天鹰的一个出装 总体来说还是非常非常合理的 W33 诶 这没养W33吃喝吗 这个让我觉得有点奇怪 看双方的眼卫吧 眼卫方面 秘密还是选择了 一个 一个真眼 一个加眼 然后选择一下风眼 这边 老安爹的 就是秘密这边 这个眼位 两个眼 然后老安爹这边 还是点了一个非常常规的核道眼 保护一下烈尸路 高地眼也插好 然后可以看见对面高地的情况 就是这边游走的酱油 好了 双方正式兑现 这边应该是分路方面 应该是没逼的虹毛中单 然后塞拉飞机走中 应该跟痛苦中员一块 兔子猎丹或者兔子加海象 打一个对面的两人路 有很有可能 这场比赛是老捏的生死战 输了即进败者组 这背景也在这里说了 也是给每个战队都 鱼路均沾 哪个战队都有 这边火猫中路对阵活女 一击也是应该是加T 的确是 加T来保证一下 就是躲一下活女的T 让活女不要后续伤害打 那么疼你看 他这边果断用了一个T 躲了一个T 活女的T比女王标好多 因为他的T就是一瞬间 基本上有兵就能躲 很操作不难 女王标需要一定的操作 就是兵 尽量T到尽量多的兵 腾攻时间要长 就是用咱打篮球的话说 就是制空时间要长 才能躲技能 火猫中单 打活女压力还是蛮大的 按理说 如果两个人水平差不多的话 没必将会稳稳被压 呃 W33也是这一届的超新人 超级新人 打得非常好 让人看到他无限美好的未来 外国选手最近无论是 Miracle Mistory 不是Miracle Mistory 不算 Miracle W33 以及苏米尔这种超级新人 都是特别可怕 听闻一击RTZ转四 我真的是下 简直是下 下哭了 太扯了 费尔老爹4打的还可以 但是你当年踢2000歌的时候 2000歌这么专业四号位 你把他踢了 就就为了RTZ一手 哎 这边跟火女对拼 我 明明好拼啊 就难道就为了是 哎呦 这点一下 我当然说你当年这个踢了两天歌 就为了找一个啊 四号被RTZ飞机死了 塞拉雪崩 四号抽太多力量了 通路原来没技能 只能看 大一真没踩了 哎呦 雪崩 大一真这个武器还蛮好看的 箱子货 大气在握 哇靠 这个名字啊 真是屌 大气在握 这边想配合击杀一波 海象滚过来 从塔后绕 MAYBE一个TC 能死 再见 直接回头 连卡都不用卡了 不如四号追缘过来 但是也杀不掉海象 猫牙这波关键 我只能说 前期帮助MAYBE打开了局面 火猫跟火女的对决 就是这样 火猫肯定是 如果没有人帮的话 火猫被火女玩操 无论从射程啊 技能消耗能力 都是被火女玩爆的 但是火猫一旦 队友能帮一波 杀一次火女 火猫一下就翻身做主人了 翻身弄弄把歌唱了 这波再控一波双倍 基本上 就是火猫 这样子被游一波 火猫基本上有了 单打单火女的能力 而且最重要是什么 火女现在已经站不住线了 海象一来 火女就得死 而且火猫马上到四级了 你看火女只有三级 这时候差了一级的差距 证明火猫先刀六 火猫刀六三连魂 T只要躲掉火女的T 就五眼前躲掉火女的T 火女的T 火猫是能完成单杀的 所以说火猫这种英雄 混一下 这边开盾 对拼 双倍 哎呦 这边maybeT没多好 不过没关系 再一个T成功击杀 哎呦 maybe这边已经打开了局面 maybe还是那个maybe 但是猎势路站的 已经不是八岛了 希望maybe能 在老队长的这只老安爹 能证明自己的领袖 证明他不再是当初那个小孩 一定要 一定要是八岛走了以后 他能成长起来 小八再次用实际行动 证明了自己是最屌的 无数老年粉丝都在回归 就是呼喊八妖回归 但是我个人感觉 给老队长时间 并且用他加入的还还晚 而且小八 哎这边这个趴被跌 这个一下就把maybe给框过来了 maybe毫无脾气 就是怎么说呢 给这边人 猫牙再送一个瓶 就这么说 你现在把就算把小八回归 小八很长时间没有打职业了 没有用的 他可能还不如 不如RTK老队长做的好 为什么 因为 他现在离开职业圈太久了 他现在肯定不可能能发挥的特别好 他在融入老干爹 妈球季赛都打完了 所以说现在目前来看 你就是 一定要期待老队长变好 而不是小八能临时救火 太扯了 小八临时救火 maybe捕头还是非常非常稳的 但是飞机这路貌似有点小难受 我个人感觉 大鱼直接打上优势路 大鱼加尸王确实有点强 maybe有六了 火女要小心了 三连魂撞到就死 火女 我maybe依然很稳 他被蹲 他现在本来有优势 猫牙帮他心一股打出来优势 他不能这么送我去 一送我去 一旦送一次就血崩了 所以说这两支队伍风格都是偏干 达Secret虽然前一阵偏刷 一来了以后还好 W33也是一个干架狂人 而且这两队阵容 一边火猫一边火女 感觉挺容易干起来的 只要大鱼人有跳 就会两边打的就飞起来 这样比赛应该还蛮好看的 老队长这边兔子 还是混得风生水起 老长兔子没个视频吗 ROTK 没试别 这边大鱼好凶 大鱼要吃人 哎呀痛真要死 海猪 哎呀要吃人 塞拉飞机输入还蛮高的 海象过来了 一个扫射 干死一个 这个也别跑了 塞拉飞机输入爆表 毛牙前期简直MVP般的存在 连着两次支援都有 都有硕果 非常的给力 这波老队长 一看小骷髅的等级健高 他已经有点混不住了 所以说 现在也得自己 自己补补经济了 这波击杀一波大鱼很关键 大鱼刚才已经非常非常肥了 再不击杀一波大鱼 他这阵容不好挡 毛牙海象也是 绿本给那套最新的海象 那天绿本开出一个小歪 然后觉得开心的不行 后来发现妈的 那小白烂打极了 比婚女好开多了 哎呀 我真是 我当时以为自己人品爆表 小白这英雄 不知道为什么 太冷了 为社会选择出他的 就他的市面 这海象的发型 还是蛮 蛮帅的嘛 有一说一 帅 这边一个魂 塞到 哎 塞两个兵 人品好刺 这 这感觉没遇到雪崩了 踢一下踢一下 躲一下 还好 呃 应该是没有能够踢到 那这样还好 一波 丽娜人品不错 丽娜最终凭借自己完美的人品 躲掉双灵墓碑 很关键 小骷髅也准备开始选择带节奏了 呃 一个天鹰 一个魂剑 杀老队长 萨尔在 还有老队长一死 一回来 直接一死 猫牙 哎呀 猫牙也要雪崩吗 还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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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递回来 杀不掉 这边 maybe也是选择了一个还是比较中单传统的火猫 香味战果 哎 这个还是不太可能能抢到了 一个香味一个战果 也是非常传统的出装 今天是周末 也是在这里祝大家周末愉快 刚才接着说刚才那问题 我听闻一击RTZ 你把两千个踢了 就为了整一个丝毫为RTZ吗 我真受不了了呀 一击 哎呦 我RTZ最近直播 各种打 打酱油 我说 这个什么鬼 怎么还打酱油 RTZ这种人 我非常不看好一击这次转型 RTZ是这种人 打不了丝的 我就把话给撂着 RTZ这种人打不了丝的 完全跟苏美尔不太大 哎呦 所以说明星全民营战队 你看现在出成绩的基本都是以老代心 你要一红出成绩了 一红 一老代心 杰鲁魔王跟老鸡两个新人 然后Secret出成绩了 一老代心 一一跟派贝带W33 都是基本上一老代心 很好出成绩的 这边 有粉 咬住 哎呀 吸一口 这个里 直接追上 一个墙 直接撞死了 李娜来支援 但是李娜这个铁 有点水 我只能说兄弟 火猫也来了 完了完了完了 李娜 李娜也死了 前期老年 打得非常血腥 给个大招 大鱼人一踩 大鱼人 跟派贝这一套技能 关键 冰四日 咱不咱没死吗 火了个去秒 火女不够快 一波非常关键的支援 再拉一来 大鱼人死 右双方 打得真是拼啊 这波三换二 李娜没死 雪崩 没逼进去了 没逼最肥的 没逼进去了 哎 这波好亏 我只能说好亏 这波李娜再次回来 然后刚才那波 让李娜逃出生天 感觉老年方面 有点难受 没必也是撑了 很多属性装 因为前击要打架 飞机在前击路上 并不是很顺 被上路压得有点惨 所以飞机选择了 天鹰大魔棒 加上呼二 哎 又属性撑的 真是非常非常的多 属性撑的相当足 这边没必想躲一个地 还是没能躲掉 双方这个阵容 现在大鱼人跳刀很关键 三百多块钱 哎呦 直接选择投入 完全守不了 双方飞 老年 有反应 刚才我看他们点了一下 但是 杀想 没办法 杀阻止不了 小骷髅的 小骷髅的 那个什么 那个 魂脸 加点冒发 加上大鱼人点灯 他们这头盾 实在太快了 完全 完全阻止不了 谁也给口啊 这边血球 准备堵猫猫牙滚一下 一个TC 捆住活女 再一个滚魂漂亮 迷逼这一套操作相当不错 但是迷逼在这里自己能不能死 死不了 老队长也支援 冲上这波打的怎么样 迷逼接着有TC 这T等力太低了一接T 我也没说接着有TC呢 这冲上去他是等力太低了就行 迷逼他想错了 夹了三级的捆 这波大雨震再次回到下路 选择接着发育 两个刀给个视野 我就觉得刚才说那问题 RTC为什么打不了死 我感觉RTC不是那种安于打辅助的人 现在C位转辅助说实话挺需要的 毕竟不是每个人都是820的 820那种抽空转型选手太少了 我个人感觉RTC要强硬转次 可能有可能埋没一代天才 这边直接搞 哎呀但是被捆到一个魂 再放过来直接放死 然后这边再杀一波尸亡 哎呦 maybe这波节奏带的好 再放一魂让大雨震踩不到 操作真好 我给满分 但是海象毛牙应该是要死在这里了 还行一换二不亏 每被中路一波 潇洒杀人走 三连魂 第一魂过来切入 被怕被传红卷 结果他原地再扔一个魂 再扔一魂 然后被传走 再飞第二魂上来 直接杀掉他 这一套操作相当不错 也虽然是火猫比较基本操作 但是确实是蛮华丽的 火猫的英雄说实话 玩的好真的蛮华丽的 火猫说实话顶配还是帝皇加上帝王之炎加上 哎 这把鸡掉了 还是帝王之炎加上那什么 这这这两个最帝王之炎加上斗力 纯正那个斗力 应该是火猫顶配 但是现在一般说实话 我个人感觉这个旗子比那个斗力好看 所以推荐大家有喜欢的也可以整一个 火猫旗子 当然帝王确实好看 帝王之炎应该是特别好看 我也特别喜欢 但是一直没太舍得买 一千多块钱呢 没太舍得买 等回来实在是喜欢了 再买吧 主要我这没尝性 没准现在还爱玩火猫 对你风光熟火猫 在上班的火猫不是大热的时候 我就特别喜欢玩 然后那个时候玩火猫 就是不是大热 帝王之炎主要材质特别好 一看就不像圣剑这种纸片刀可以比的 特别用特别舒服 原来朋友有 后来介绍玩两天 然后就缓缓他了 没太舍得买 主要我这没场景 你要是我一直爱玩火猫还行 没准逛天也不爱玩了 这边准备打起来了 我没必直接滚轮上 但是火猫又吹风 躲自己也非常精彩 这边拉回来 没必要雪崩 没必飞魂走了 我刚刚说 没注意他流动内魂 他飞魂了 直接被帝王传告 但是他也自己飞魂了 双方准备在这打起来了 很关键 帝王哥萨 玩的还挺好的 你别说 几波关键的大招都还蛮不错的 刚上路那波救火女 那波反放大 相当精彩 直接秒了三个 没必这边有视野的 这边要小心啊 哎呦被吹风吹起来 替一下 替我 哎呦 技能不错 但是自己还是死掉 太自信了 没必 DDC DC抬手了 但是消失视野了 小咕噜被粉到了 这个DDC这个输 不应该 有点 过于实话距离 两边 大个中男二哥 一换一 还行 没比尼吉尼还跟得上 那还行 能接受 下周 就给大家带来一些路人局 带来一些这些什么 W33啊 还有Miracle啊 这些比较天才少年 打的路人局 这边一个大招 没接 就 大鱼人应该是死 萨尔死 大鱼人能不能挂 但是小咕噜在这能收割 猫牙鬼叫 咬住 干掉 打掉盾 但是猫牙自己在这儿 八成也跑不了 带人回来 诶 这猫牙真能让他跑了 一小咕噜堵了 剑 不再敢上 哎呀 芒牙真跑了 TZ到活女 但是V1啊 活女一套TD也没有技能 没放好 说实话 这边还打了要换象 我天 你这不是在逗我 滚活儿 再C两个 哎呦 MAYB这一套操作秀翻了 MAYB 哎呦 MAYB这一波给满分 打的真好 MAYB MAYB 再留萨尔 没留到这个TC 哎呦 MAYB这一波凭借自己的 跟能力把局面打过来了 真稳 MAYB这一波确实漂亮 相当华丽 无论混朵技能 还是提前TC抓人 都是非常稳 两级T满级C MAYB还是一个非常古典的火猫 就是利用自己的相位鞋 加战鼓的移动速度 然后来送上去C人 不太依靠TC 凭借自己的多发 就是火盾跟多魂打输出 这种火猫 我个人感觉 是最不推荐大家学的 相当的难 因为为什么 他C利用自己的C控制时间 加火盾多烧 他不是用T输出的 所以大家对于自己的走位 跟放魂躲技能 是需要要求严格特别高的 就比如说他放魂 躲虎女的T 躲一些敌人踩 这些都是很难的 所以他这种火猫 个人感觉是最难的火猫 不太推荐大家这么多 现在大家推荐我什么火猫 胜率高 无脑刷 飞鞋无脑刷 刷到最后无脑T 就行了 注意点自己走位 放魂留淘宝就行了 不要用魂打输出 这种火猫是最简单的 像梅比这种火猫 就属于操作特别难的 所以我为什么不给大家推荐点 简单一上分的战术 还要给大家推荐可能这种 卵子都秀飞了 手都秀断了 结果妈的就输了 这种火猫刷打结合特别重要 特别难 我个人感觉这种火猫 绝对最难 大鱼猿跳在先手低波 飞机也摔一下 但是飞机还是得死 飞机肯定得死了 咬个大鱼猿没什么用 这边各种打 妹妹听着杀毒三三干 杀毒三三被干死 但是飞机也被干死了 说我大哥一万一 过来飞一下 这边能秒掉小骷髅吗 妹妹能睡一下 dc这个救人 飞过去 能踢一下吗 但是小僵师那天了 就是丧失危机了 完了 这波衞被打赢了 丧失危机了 你也别跑了 我两个也没用了 球产也没用 幸好 杀毒师王 带着刺激大鱼猿 这边跳到来三 老队长 加油 打死大鱼人,拉回来 但大鱼人马上就踩了 哎呀,这个踩有点慌 我只能说 跳过来,点个灯 哎呀,雪崩,怕被这波还弄上了 哎呀,打输了 三万五 打得非常的牛逼 这边丧失危机了 失望那个墓碑打出成敦的伤害 可以看一下,这战斗回方也结束了 失望那墓碑打出了爆炸伤害 团战来说 失望加萨尔两个太厉害了 给小咕咕制造环境 远超飞机 飞机这输出 打不来,完全打不来 特别需要BKB 但是塞拉由于前击特别不顺 所以塞拉把鼠应撑得很高 相位战鼓都补了 他要是鼠应很高 他要是鼠应低点直接被一套抗破打死 就没什么意义了 这边塞拉由三三 还有一个滚 我直接滚死 没必要操作还是值得信赖的 18比13 现在老人爹方面经济上应该是领先不多 毕竟对面大哥 虽然他们双大哥已经一二名 老队长达到第三名 但是他们酱油相对比较穷一点 还像跟我达鲁三达这场活女生 直接给打算酱油 证明MAYB强大的势力 MAYB还是那个MAYB 我感觉这是老人爹 也不全是老队长一个问题 其中有一个人 塞拉推步特别明显 明显不是TL5那个塞拉了 状态差了很多 双辅助还可以 我感觉真正推步就是塞拉 塞拉安打C感觉打的怪怪的 说不然哪有问题 但是感觉怪怪的 就明显切入什么的怪怪的 就像那个特别一稳 一稳住声的塞拉 这边飞机马上要VTB了 打盾 直接无脑空 因为二级灯 这种偷体盾来 都不要太快 我根本就收不住了 你看这火箭加二级灯 哎呀 真实爆炸 直接火猫飞一个魂 过来想抢盾 但是盾已经结束了 这边打起来 火猫飞过来 一个TC 两个很关键 拉住 老队长一套技能不错 但是萨尔这个反手更加牛逼 哎呀 没必敢要死 一个大招 哎呦 这个 他被割这个萨尔玩的呀 我真是给满子 再拉回来一个 猫牙跳踩 哎呦 这波萨尔 秀翻了 猫牙一套技能 想秒 想秒 萨尔带就 秒 大人 比较惨 全死 这波又打亏了 然后连续两波打亏 哈比哥 萨尔 给个满森 这波 其实 连续这边TC两个 老队长的拉墙 放的已经很不错 但是萨尔这个 一个框接大 哇 这个位置简直爆炸 然后连续把 把战场完全切割开了 连续一个人在前头 然后剩下四个人在后头 先秒了连续 再拽回来一个海巷 直接秒两波 然后再拿盾带塔 无伤 零化二 然后再带坐塔 难了 飞机还是在刷BQB 他必须要这个BQB 他没这个BQB 根本打不了 萨尔好飞 6000多 萨尔没光了 不得 老队长一个拉 但是 他被一个威光 就自己抬一双 这个木碑位置不错 哎呀 一个木碑 那么解决不了了 老干爹 老干爹 这样比赛不好打 解决不了 我们没打了 没比还没有狂战 离狂战还有段距离 他这种火猫就是这样 一旦打架没打顺 死的比较多 你刚才这场比赛 死了四次 死的说说还蛮多的 一旦他这种没打顺 死了四次 他这种狂战速度 其实是很慢的 因为他出太多的数据光 他这种狂战还差 1300块钱 其实挺难的了 大鱼人已经有跳伞了 节奏很快了 所以他这种情况下 不太好打了 说实话 没比这边再次 再再再次想继续刷 塞拉这个BKB很关键 我真得说 非常非常关键 这时候再拿不出BKB 这样比赛基本上 很难打了 塞拉这波很关键 而且老年曾经火猫加飞机组合 曾经打出了很多辉煌 Ti5最经典的那次翻弹 我个人感觉就没比那场火猫 加上塞拉飞机 打得非常非常好 那时候塞拉可以说如日中天 这阵塞拉状态确实不如Ti5 也不能说RPG肉搏打多了吧 反正感觉他确实状态不如Ti5 可能塞拉跟老队长的话 因为反应不如跟小巴的好 但是我相信塞拉这种顶尖C位选手 应该能调整过来 18比15 现在 局面还算是平稳 这边飞机在轻包边 然后火猫离自己 狂战还是有段剧烈 不过W33这边比较更穷 一个追风杀也没有 基本上每次团战都死 好 还能买一只手 C到了火女 但是讲道理应该不会上 大约人有点跳踩了 大约人点个灯 过来拉 跳踩 不过没变 手速很快 第一时间鬼魂跑了 这边飞机BKB 第一波很强 直接秒了W33 秒了他 秒了 把他盾打了 但是这一波该撤了 战鼓看一下 赶紧跑 大约人要踩两个 密斯瑞很关键 我帮这边输出爆炸 我天 老队长这个拉墙 满分 哎呦 这波狼天奇迹般的打赢了 你敢信 牛逼 老队长这个拉墙简直爆炸 再看一下 给高空视角 这边你看 大约人要跳踩两个 但老队长这个拉墙 拉墙加飞机的爆炸 我天 这个拉墙加飞机的双大爆炸 时间没逼一个T 输出也很高 害死了 反应了 老爹 这一波局势打不来 好受好多 飞机的大招 配合火猫TC 然后以及老队长的拉 和墙 一波伤害打爆炸 漂亮漂亮漂亮 这个真的漂亮 只剩下一个克林格兹 搞了一个小骷髅 角落做了个大军章 下来大家准备做BKB 炎炎文章 没必回家选择不低波 一波狂战出来了 哎呦 没必这一波舒服 狂战终于好了 颜眼下塔正被攻击 塞拉第一波BKB 飞机太强了 十秒BKB太凶了 真的十秒BKB太凶了 这场刚才飞机那波舒服打满 太凶了 你最好是抓好我的帽子 我怎么感觉塞拉要死 塞拉要死啊 哎小骷髅 没想杀的了 哎呀吃了个双倍 还差一下 哎呀没点死 给肩胛 飞机幸亏 这鼠蠅装多 天鹰战鼓大魔棒 这边拉回来 滚一下 魔女 这边 没必没 没必没上 先杀一波萨尔帮 敢不敢 大鱼人准备翻打 大鱼人跳踩 没必 没必被接踢 哎呀一套直接雪崩 没敢救一下 没有用 老队长这波没救过来 那这 这样情况下应该水风 先手一套技能 没能 没能秒掉人 肯定是要死人的 哎 双被双杀 大鱼三一波双杀 大鱼三现在 警戒也慢慢追回来了 火女心情已经好起来 1600块钱 这波现在底面确实难点了 老队还领先 刚才那波团战领先 大鱼人还在追 点个香点灯 但被老队长第一时间 急紧跳走 老队长打鞋子什么时候出来 还蛮关键的 我这要杀费鞋想太多 BQB直接开起来 反打 就地反打 猫牙这边滚一波 密斯瑞直接大招打起来 密斯瑞直接被秒 老队长 老队长 哎呀 老队长拉墙都在啊 这波老队长没打住伤害啊 哎呀 死了 哎呀 雪风 W33又有双杀 拉回来 W33感觉要三杀了 哎呦 怕被这包谁TP 痛苦人 TP没BTP 先把狮王干了再说 滚一下 这包杀活女 但是T没躲开技能 接个大没B雪崩 我这波咪咪 转飞了 转都飞起来了 但是小骷髅 睁眼插上 震炎 给一下 被晕一下 一个D还是抽死 不容易 再上个减攻速 但是没用 W33这波疯狂收割 我转嗨了 一波就A了 一波雪晶石了 不是A 他要出雪晶石 他把他存借 一波雪晶石了 哎呀 雪崩 一波雪晶 雪晶石了 爽的不行 达炎 他终于翻身 弄弄把歌唱 活着的时候 补到全场第三 他最早连个辅助 他这波主要收得太爽了 巴格能让雪晶石 其实我个人感觉 莉娜现在这版本 雪晶石真的一般般 还不是直接A张玲珑心的 雪晶石这版本 确实太弱了 不太好用 说实话 飞机2300 还是有的追 飞机毕竟经济还挺好 这样比达主要 双方打架太频繁了 28分钟 经济一个上500都没有 每分钟今天 你看一个上500都没有 都够穷的 都400多 都够穷的 这场打太频繁了 29分钟打了50个人头 双方就在不停的干 不停的怼 谁能怼过谁 maybe终于 刚才上一波就狂战了 但是这几波 经济上 联死两波 经济并不很好 9-6的数据 不太好 火猫挺机会 杀多死多的 这英雄 还是需要一定的经济积累的 他没有太很好经济积累 这个英雄 打不出很高输出的 这边几个人 开悟 看看给咪咪这边开悟 能怎么样 maybe空个加速服 再放个魂 给肉山里头 看一眼 咪咪想开悟打盾 但是火猫 已经放了个机制的魂 看了一眼 没必上了收线了 这肯定是没必 别人不太敢走的 都知道肉山盾 要刷新了 已经看到了 大鱼人了 要打肯定能看见 火猫活是有事业的 我直接打 顶着活打吗 没必这波敢不敢飞魂 这波倒老年不想放 想打 这波肉山端 RTK跟海象 猫牙救一下 飞机过来 没必从后面开 开过来 这边在一个T 塞拉这边 从战场中间切割 相当不错 这边抢 抢盾 一个T 能不能抢到 谁先抢到 大鱼三三 这边推一下 没必拿到盾 我可这个关键 没必拿到盾 很关键 这波塞拉 打了 塞拉打了很多输出 感觉塞拉这场输出 打挺高的 飞机这波 直接 一下S 哎呦 怕被S 这波老天大转 兔子虽然被干死 但是大鱼人 你这样 真的跑得了吗 兄弟 这个太挑了 这怎么可能跑了 哎 六啊 我靠 还把塞拉给反杀了 还有人三级灯 真是厉害 肩甲脆如纸 哎呦 大鱼人 这个装备 居然 居然能打回来 让我有点震惊 反杀两个 四个追两个 四个追一个 被反杀俩 你说这个玩儿 老跟爹呀 我这波 没必 紧急收过 没必 这波最早 跳刀 我好 好好好 相信自己的操作 就靠跳刀 但是塞拉这场 一定要把自己属性称足 做一个中流抵住 他猫子想做双刀 逼逼双刀 就是不需要打多爆炸输出 但是一定要站得住 这种思路正确 他现在 需要他站得住 必须他站得住 古龙逼逼也做出来 然后现在经济 火猫终于攀升到第一 刚才那波很关键 火猫一直没死 这边小骷髅接着刷 然后 然后不需要尸亡 也是在这儿 保护他 防止克林格兹出事 小骷髅 Let it all out E-Sama 最近也是 E-Sama确实是一个 挺有意思 打总监 有好多人觉得死在 特别傻逼 其实还行的 真的还可以 真挺逗 小孩子还别看了 而且中国说实话 他来中国那段经历 只能说他不喜欢中国 然后 所以被很多人黑 我觉得他有时候说话 确实过了 不过老美好像都是这样 蛮特别自我过的 你要苏面儿那个 就说 So easy 他就不管你开心不开心 他开心了就行 这老美的教育 真的蛮跟中国不一样 完全不考虑 人家管受了 这边小菩萝 有啥个技 这是剑 这应该是没必的 水晶剑 好像是 应该是没必的水晶剑 啊 没必水晶剑 送到了呀 这是谁的东西 叫人家 都不得了 这边小菩萝 这边小菩萝 是什么鬼啊 我 这边小菩萝 是什么鬼啊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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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象80%的作用 他这样海象打挺好的 几次救人啊 先手啊 以防萨尔 把人给递走啊 都处理得特别挺好的 这样比赛说实话 双方经济都不高 因为干架太频繁了 都在拼命干 30比28 58个人到34分钟 在于这种大型比赛中 算不算多的了 TC到了 但是小杀也有困难 这边丽娜雪晶石完了以后 直接想临风心走起 跳飞一下子 但是这边在滚活 秀了W33一波 但其实这种秀 挺有风险的兄弟 没必玩了 玩起来了 自己玩了嗨就行 这边被递回来 但是看上者也这样 递回来也没用 Mayby现在有跳刀 大家可以看看 他这种跳刀火猫玩的怎么样 我刚感觉 Mayby的跳刀火猫 真的玩的特别好 这边狼天在拿着一个防御塔 这边狼天在拿着一个防御塔 然后现在W33他们都在分开带线 感觉命运线觉得有点干不过狼天 所以需要再发育一下 大鱼跟大鱼的强袭 以及小骷髅的MKB都在等 这边想开爆雾吗 但是古宫不在 应该不会开雾 古宫没TP吗 咪咪就死缩猫地 然后等着 等着咪咪再来带线 偷塔 小骷髅确实带线拿人 偷塔拆塔速度都很快 这边他们也是爆团准备出来 王天也是目送飞机刷远古 双刀吧 欢迎直接做欢迎 打大鱼人现在都做欢迎服 讲道理 欢迎服可以解大鱼人的灯 所以一般都是要出欢迎服 效果也好 确实效果也蛮出色的 这边看信实里面 到底是什么两千一百块钱的东西 哦 塞拉的欢迎服 说呢 一个球 塞拉的东西 现在大鱼人都冲尊身 效果还是不错的 这边秘密现在要选择一波推进 感觉应该不太会推 他们现在还是以刷钱为主 推还是不太好推的 毕竟有火猫 他们还是想抓一个落单人 然后直接开始搞漏山之类的 等个顿 现在双方都处在一个比较偏稳定的刷钱的时候 因为双方谁也不允许有失误 所以说他们现在就以刷钱为主 也是正常 失误不起的 这种局面下 小猫经济咬的很紧 就是一千块钱 这种时候要失误一压 基本上是要葬送好局的 明明火猫直接完成做大炮 37分钟 这个装备还是相当不错 黄战大炮加上跳刀 虽然不算肥的火猫 但是也还算还过得去 在前期并不是很顺的情况下 这火猫能达到这个装备 还是不错 这帮咪咪也是几个人选择机遇暴团 准备来搞一波 给上大勋章 给飞机 飞机有大勋章 但是咪咪这几个人非常机智 直接就缩回高地 直到你们屌 我直接就缩回高地 一直接绕了一圈 买了本TP 直接选择体育架 明明现在又开始跟打VG都一样了 带球荣耀 这边有隐身符 跳夜 门滚道 一个 全 这BKBTP 但是猫牙这边 被痛恶人咬住 痛恶人咬住就结束了 不是猫牙 就是 一被痛恶人咬住就结束了 两个无视莫免的 无所谓 猫牙 海象神圈先丢 然后再配上 痛恶人无视莫免咬 就是可以轻松621 你这波应该没钱买 400多元 买不了 这样有可能要破路的 撒拉现在也不敢用扫射了 你也也势力 正在欺负 停回下的 推起 别大军章上 你电塔 这边火猫跳C一个 直接选择飞走 飞机开始换衣服 再次消耗一下 但是猫子真的不太好推 还是选择文件回刷吧 他们这种火猫上高地能力确实不强 飞机火猫两个英雄上高地 真的是蛮弱的 得杀 把人杀光才能杀 没必做东西了 不应该900多元 这么点钱吗 没别 不应该吧 我呀做了一个绿 双方装备 现在都处在一个 比较平稳的更新状态 就打前范围来说 狼狼也显得要更加主动一点 毕竟野外团 狼狼还是蛮好接的 只要别让对面萨尔佩 萨尔佩石王那一套 能打得特别的完美的情况下 还是 因为大欲交才很多个头 现在狼狼团战还是比较好打 毕竟他们这边团战确实也不弱 有兔子鸭飞机 也是打团也很利益的 只要combo接的好 一瞬你胜负一瞬间的事 盾马上就要刷狼 这帮妹妹感觉时间差不多了 因为他们上一个盾 已经击过时间 所以他们这次要差不多 要冲出来了 差不多盾应该刷了 哎呀 这帮 走得有点欲玩感觉 马上就要刷了 刷了 这帮妹妹活也看到了 第一时间往这边赶 往回走 这帮双方两军一速激发 开启火盾 感觉妹妹这个阵营并不好 有点说法也不能兼顾 跳刀走 这边没必直接飞魂 但是你走了 对面直接开打 双方在这儿 就是一波团的事 这波团是赢了谁 后面就滑达很多 非常关键 网店选择撤一波 直接选择TP带线 有活儿看着呢 所以对面应该也不会偷 这边他们几个人守在这里 塞拉欢迎斧加四千块钱 没必应该身上也有 蛮多存款的 想偷吗 可是感觉这边打起来 给一套技能给活女 没必飞过来 再给叶秒小骷髅 咬住小骷髅 秒掉了第一时间 很关键 跳C过来 两个秒 秒萨尔 这边打赢了 虎猫再次过来杀活女 没必再躲一拿T 躲红女的T 非常不错 直接选择自杀 这一波秒掉对面 双大哥加酱油萨尔 这边感觉是能破路的 小骷髅买不活 死活女也买不活 直接自杀的 这一波感觉可以破路了 狼天这一波非常关键 可以直接把对方高地塔拔掉 就高地拔掉 没兵线啊 兄弟 没兵线 现在有了 直接开始拆打 现在他们几个人都不能买 这一路想到的话 应该是放了 还有个塔房 没塔房 开过了 那这样就 没了 这边 可能想要复活以后翻打 但是 骚不给的机会 大鱼人一马能先冲出来 萨尔能地到人吗 能地到还行 地不到就雪崩了 没必再控一个加速服 4加200块钱 这边拆了秘密一路 很关键 盾也刷了 这个盾双方都不愿意放 看看到底谁能拿到这个盾 这个盾讲道理话很关键 好 这盾切尽头切得有点晃 这大鱼人直接跳进来 忙踩一跤 什么鬼 没必一个TC 把大鱼人BKB打出来 转了 海啸开率 只要我会跑 递过来 但是也没事 海啸肯定死不了 那这样大鱼人没BKB了 有这一波打的有点伤 大鱼人没BKB了 直接开刷 天员帮开启副本模式 直接开刷 火猫跟统统员站在外头 他们现在没尸王的墓碑 没有 没有BKB 这一波团感觉接不动啊 硬接吗 MIS3这边准备跳踩 但是硬接确实不太好接 他没有BKB 硬接近几一秒就没了 打鱼人这个装备 没有BKB 一秒就没了 直接再次刷 海啸的冰封模印 已经看着呢 这波开始打很关键 这边塞拉看起BKB 但是 哎呦 这个 哎呦 老队长 那个拉墙 陪VB这个T简直爆炸 哎呦 雪崩 一个T 雪崩 雪崩 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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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上C C一下 飞光 我天 玩的 红军买活 这个盾还是不想放 但是想到的话 没有道理不放 哎呦 这边直接走 MAYB这一波好秀 老队长 那个拉墙 牛逼 吹风吹 烟红女 还是这次 T一下 啊 有杀的杀方 有双一次 双杀 变态杀路 老队长 这个拉墙 这几个 这几个拉墙 都是 表现得非常出色 这几个拉墙 太漂亮了 拿到Random 这边 匿名已经基本上打不了了 那这有牛呀 也恭喜啊 老队 希望你们 早日回到当年 那个荣光 你一直是我心中 最棒的干爹 直接圣剑了 有钱 任性 圣剑 走起 需要藏一下吗 不需要 把旗没必告你 不需要 有本你要想要 这把圣剑 就来杀我拿呀 把旗都不行 这一座防离塔 就是这一路高地 也是轻松破开 对方没有任何人能复活 他们估计 秘密可能想等双大哥 复活再干一拳 捡了个圣剑 就有了翻 打不着圣剑 就肯定学步 其实技能放的还可以 他比这技能放的 真还可以 但是没办法 加不住红帽 速度太高了 还真加不住红帽 速度太高了 机器 随着狼爹 完成一场 非常漂亮的比赛 然后底下是我 一阵间的地址 然后左边是飞鸣地位 最近都有抽奖 大家一起去 都给大家看看 好了比赛就做到这里 谢谢大家观看 我是紫德水迪子 我们下期见